美國總統川普和日本及南韓就北韓發射洲際彈道導彈展開一輪緊急外交磋商 川普在東京時間星期一上午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講了近一小時的電話 白鋒發表的聲明說川普和安倍晉三都認為北韓被美國、日本、南韓和其他國家構成嚴重和不斷增加的直接威脅 兩個人都致力於加大對北韓的外交和經濟壓力 安倍晉三對記者說他和川普完全同意必須採取更多行動 安倍晉三說他很高興川普總統承諾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護盟友 從現在開始在美日強大的團結之下 兩國將會推動具體行動加強防務系統 並且在面對北韓的威脅之下謹慎行事 確保美日兩國人民的安全 北韓上星期五發射了一枚洲際彈道導彈 是幾個星期以來的第二次發射 最新發射的導彈飛行高度和距離超過7月4日發射的導彈 分析人士說導彈在空中飛行了大約40至45分鐘 曾經達到高達3000公里的高度 然後在日本第二大島北海道以西大約160公里處跌入大海 美國副總統彭斯星期日訪問愛沙利亞時表示 平壤對國際和平所造成的危險 對所有國家來說對經超然若欠 兩架美國空軍B-1B轟炸機在南韓和日本戰機半徐之下飛越朝鮮半島 向北韓展示美國和盟國的軍事實力 平壤就此發表聲明說 他們最近進行的導彈試射結果 相信有能力打到美國大陸 並且說這是他們對華盛頓的嚴厲警告 不要增加制裁北韓的措施 川普總統在星期六透過推特發出推文時 提到中國是北韓唯一的外交和經濟盟友 川普將事態發展歸咎中國 並且對北京感到非常失望 川普又說本來可以輕易解決這個問題 中文字幕志全部分 drawn下